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二节下四十三节上 耶稣就斥着那乌鬼 把孩子治好 交给他父亲 众人都诧异 神的大能 这段经文也出现在马太福音 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以及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 在马可福音记载 孩子的父亲问道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历史喊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你若能信 原文是你若能 当孩子的父亲问耶稣 你若能做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耶稣却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所以耶稣重复小孩父亲的挑战 让他看见问题的核心不在 耶稣 能不能 而是在于孩子的父亲信不信 真正相信的人 才不至于限制了神的作为 信原文是信靠信赖的意思 而他的时代是现在分词 表明这个信不是一时的相信 而是持续不断的相信 施责 原文有 则被吩咐 我施责严厉的警戒的意思 耶稣是施责乌鬼 不是请求或告诉他 我们对付乌鬼邪灵 也不要客气 要吩咐 要命令 甚至施责乌鬼 离开我们 虽然可能我们不容易看到 鬼父的现象 发生在我们周遭 但是无鬼邪灵 却无时无刻的 在伺机要攻击我们 他借着我们 在我们的心中 注入嫉妒纷争 贪心骄傲 批评论断 一步一步的 使我们陷入网罗 所以我们要懂得 天天穿戴全副军装 拿起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话 随时多方的祷告 才能够胜过仇敌的工作 大能 原文的意思 有伟大 崇高 庄严的意思 在新约当中 是指神格 或神的属性 是指神的作为 表现令人敬佩 当医治赶鬼 和神迹奇事 彰显在教会中的时候 神的作为 会使人看见他的威荣 因此而敬畏他 感谢 感谢